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主流的观点有所不同 之后我们看看两篇 有关美国社会与经济现状的报道与评论 最后是两篇有关美国与日本和欧洲 军事与经济关系的报道 下面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他在文章中说 虽然近年来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疲软 中国作为经济强国已达到顶峰 但这种看法低估了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 面对房地产市场低迷 科技限制和劳动力减少等麻烦 中国过去克服了更大的挑战 未来扩张速度可能是美国的两倍 来自中国的数据经常被误读 包括对中国GDP增长的悲观预期 和家庭消费力的低估 事实上 中国的GDP增长率和人均收入增长强劲 显示出消费者信心依然存在 通货膨胀和汇率变动对经济数据有暂时影响 但中长期趋势显示 中国经济有望在十年内超过美国 至于对家庭收入支出和消费者信心的担忧 以及通货紧缩的恐慌 数据并不支持这种想法 中国家庭的消费增长超过收入增长 反映出消费者信心 此外 企业投资增加和政府鼓励房地产项目完工 显示经济衰退不太可能发生 关于企业家信心和私人投资减少的顾虑 实际上中国的私人投资 尤其是排除房地产市场后 仍显示出增长势头 中国仍有超过三千万的私营企业和 数量不断增加的家族企业 反映出经济动力仍然强劲 总之 尽管中国经济面临挑战 但低估其韧性和成长潜力是不明智的 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制定策略时 应该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这一重要角色和影响力 中国仍可能贡献大约世界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 这对全球经济格局有重要影响 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詹姆斯·刘易斯 对中国和美国之间经济实力的比较 有一番独到的看法 他在该中心的网站上发表了一篇题为 美国正在输掉与中国的鞋子生产竞赛的文章中说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鞋子生产国 而美国却一双鞋子都不生产 然而鞋子的数量或某个单一技术的领先 并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最佳指标 美国的经济结构广阔、多元 拥有创新的市场经济体系 过去人们对于技术或产品领先的追求 往往忽略了经济和技术创新 对国家力量的实际贡献 历史上,关于美国经济落后的预测屡见不鲜 从1957年对苏联教育领先的担忧 到预言日本和欧盟将取代美国的全球经济地位 再到当前对中国崛起的焦虑 这些预测经常应过于关注单一或代理指标而有失准确 例如5G技术的基站数量或手机销量 并不能全面反映一国在新技术应用和创新能力方面的实力 中国在某些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常被过分强调 而忽略了美国在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生物技术等关键领域的创新中心地位 中国虽然在制造领域强大 但在创新本身方面显示出来的能力却有限 部分原因是政治体制的封闭和创意创造的放缓 美国的创新力量不仅在于其技术领导地位 更在于其能够利用技术创造新商品和服务的能力 这种能力体现在新的5G应用、服务的商业化和收入增长上 尽管中国在一些量化指标上领先 如专利数量和研发投入 但这些并不直接反映出技术创新的真正实力 在创新的商业化和国家收入增长方面 美国长期保持领先地位 美国创新体系的成功基于其整体经济结构 包括投资与基础研究 支持创新的法律和金融系统 以及充满活力的企业家精神 在军事方面 技术领先并不直接等同于军事优势 其他因素如政治意志、领导力和战略 也是军事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技术优势在特定情境下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但并非唯一决定胜负的因素 例如技术上较落后的对手 也可能因为更强的政治意志和策略灵活性 而取得胜利关于技术和创新的讨论 经常依赖间接的代理测量如专利数量 然而专利数量并不能完全反映 异国的技术创新能力 因为它们不一定被商业化或广泛应用 中国的高专利数量部分是因为政策驱动 而非实际的创新需求 真正的创新能力 体现在能够创造并商业化新技术的能力上 在这方面 美国评级其动态的金融系统 企业家文化和创新支持性的商业环境 长期保持着优势 欧洲虽然在研发上投入重大 但其过度的规章制度 对企业家精神和技术商业化不利 导致其在数字经济中的竞争力不足 与欧洲和中国相比 美国更能够将创新思维 转化为商业成功和国家收入的增长 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 美国国内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 中产阶级与蓝领工人阶级经济上受到打击 随之出现了右翼的民粹主义浪潮 曾经担任川普总统高级顾问的史蒂夫科特斯 现在是美国工人联盟的总裁 他近日在Real Clear Politics网站上发表文章 题目是无法实现在美国梦 他在文章中说 曾几何时结婚生子购房 并以一个人的收入维持全家 是美国中产阶级的标准生活方式 但现在这条路径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已成幻想 这引发了人们对美国丧失信心 近期民调显示 绝大多数美国人悲观地认为 他们的孩子未来的生活将不会比现在更好 且只有少数人认为美国梦仍然是可实现的 在总统选举的关键战场州亚利桑那 情况更为严重 只有18%的选民认为美国梦仍旧可行 这些数据反映了美国人对目前生活状况的 普遍不满和担忧 许多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政策的失败 全球化 大规模移民和金融化经济 已经侵蚀了工薪阶层公民的生活水平 在拜登政府期间 这些趋势加速恶化 导致一个人的收入不足以支撑家庭 住房价格飞涨 使得许多美国家庭无法负担起住房 凤凰城地区的住房平均销售价格 达到了59万美元的历史新高 这增加了选民的经济焦虑 经济压力的结果是 选民对拜登政府的经济政策表示强烈不满 亚利桑那州的选民 对于是否在川普或拜登领导下过得更好的问题 大多数人更认可前总统川普 要解决这种普遍的焦虑 需要真正的政策解决方案 控制预算和边境是迫切需要的改革 联邦债务的不断增加导致经济成本上升 包括房屋及其贷款的价格 此外 大量非法移民的流入压低了美国工人的工资 并对住房市场造成压力 美国必须成为一个对工薪阶层家庭更友好的国家 恢复那种可以靠一个人的收入来维持整个家庭 负担得起住房的社会 这意味着需要政策上的转变 才能让美国梦再次成为可能 华尔街日报3号发表 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研究院威廉加尔斯敦的文章 标题是将政治视为宗教的危险 作者认为在当今世界上 将政治视为宗教的现象日益增加 这反映了对自由主义的基本误解和挑战 美国的独立宣言彰显自由主义观念的核心 认为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于 保护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然而近年来 自由民主受到内外部攻击 人们对这种制度的信任度显著下降 外部攻击来自如俄罗斯和中国等专制政体 他们视自由民主为威胁 内部挑战则源于将自由主义视为道德衰落的源头 由于经济社会快速变化 导致公众的社区生活被侵蚀 增加了人们的不安和孤独感 从而寻求政治作为意义 归属和认同的源泉 然而将政治视为宗教的替代是危险的 它可能导致不切实际追求 和对特定政治价值观的盲目热情 从而破坏了自由社会所需的多元化与和解精神 在美国 自由主义原则的衰落部分原因 是近20年美国治理不善 考虑一下美国的记录就很清楚 美国打了两场昂贵的 大部分是失败的战争 出现了一场金融危机 从中恢复过来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一场大流行病 期间美国人比许多其他发达社会 经历了更多对人民的限制和更多的死亡人数 大流行病之后的高速通胀 还有文化冲突使政治两极化 真正的治愈之道不在于将政治神圣化 而是通过更好的治理 和强化自由原则来恢复对自由民主的信心 日本经济新闻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说 美国与日本预计将于4月10日举行峰会 商讨加强国防工业合作 此举止在应对中国的军事扩张 美国政府官员指出 美国看到将日本整合近期国防工业的巨大潜力 两国合作范围不仅包括在日本修理美国海军舰船 也包括未来共同开发和生产弹药 飞机和船舰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造船国 其国防预算持续增长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 美国的工业基地 遭遇冷战结束后 造船厂关闭和长期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美国与日本的合作将利用日本强大的制造业能力 特别是在国防方面 这一领域被认为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此次合作将从在日本私人造船厂 进行美国海军战舰的维修 修复和大修开始 美国海军已在三菱重工 横滨造船厂等地 进行了船舶修理的实验 显示了这一合作模式的可行性 未来更多日本造船厂可能参与进来 以缓解美国造船厂的维护瓶颈 提高船只的运营效率 此外 双方预计将在弹药生产上合作 以解决美国在弹药供应上的短缺问题 并为印太地区补充库存 这一合作有助于提高双方的国防产能和战略灵活性 实现这一广泛的合作目标 可能需要美国国会采取行动 允许日本造船厂也为美国基地的船只提供服务 分析师指出 在与中国的潜在冲突中 美国海军能够在日本进行快速修理 将是至关重要的 此次合作不仅对提升双方的国防产能有重要意义 也对日本防卫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随着日本宣布增加防卫支出 与美国的工业合作 将给日本防卫承包商带来更多的确定性和需求 从而鼓励他们投资于产能扩展 Politico杂志的一篇报道指出 欧盟国家正在担忧是否过于依赖美国的能源 欧盟在莫斯科发动乌克兰战争后 用美国的能源供应取代俄罗斯的能源 美国作为欧盟近50%液化气的供应国 其在欧洲能源供应中的角色显著增强 但这也引起了对于能源来源多样化的担忧 德克萨斯州的波特阿瑟 是一个与液化天然气LNG生产密切相关的社区 居民因环境污染而遭受健康问题 美国总统拜登决定暂停批准新的液化气项目 这加剧了欧洲对供应安全和能源价格的担忧 乌克兰战争开始后 欧盟迅速扩建港口基础设施 从美国进口液化气 但这种策略如今被质疑 是否将欧洲从一种过度依赖 转向另一种过度依赖 欧盟与美国的能源合作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包括是否能确保稳定的供应和合理的价格 以及如何应对可能的政策变动 欧洲的能源转型面临挑战 包括如何平衡液化气供应与环保目标 以及如何提高对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行业代表和气候活动家 对欧洲未来的能源策略有不同的看法 从加大液化气进口到推广可再生能源 各有各的依据 欧盟的能源策略要权衡多方面的考虑 包括确保能源供应的多样化 以及价格的可承受性 欧洲面临的新能源风险 不仅关乎供应来源的选择 更涉及如何再确保能源安全 经济合理性与环境可持续之间找到平衡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明天见 明天见